在今年的6月底 安乐传便通过排播的方式进行了一波预热 本来是要在今秋9月与大家见面的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被延迟了 所以才一直拖到了深冬 5集剧情收视扩一 停分稳定8.2 故事精彩 线索丰富 不过 作为一部拥有多人气主演的大剧 一两次的延荡是造不成什么影响的 毕竟在以往的播出史中 多次延荡的作品也是有过的 比如肖战与杨子主演的《余生》 请多指教 少说也得有个三五次 可是 在《余生》 请多指教的播出效果上大家也看到了 丝毫没有因为几次延荡受到影响 包括刚上线的《月歌行》 同样也是被延荡了两次 但是目前的播出效果依旧刚刚的 《月歌行》是张彬彬与徐璐领衔主演的 一部改编字鼠刻小说《奔月》的古装仙下爱情剧 该剧不仅剧情设计精彩 还有诸多人气主演加持 除了男女主的超高流量之外 作为男二 女二 甚至是男三 女三的王右硕 郑和惠子 王以伦 马月君是拥有不错的人气基础 也正是因为如此 该剧才会已经播出变收式拉满 根据目前已经展现出的播出数据来看 这部《月歌行》仅仅在播出5集的情况下 就达到了1.2亿的收视率 评分甚至在直线上升之后稳定在了8.2之高 这样的效果堪称完美 对于这部《月歌行》 大家的期待值一直就很高 当然 目前的播出效果也确实是不负众望 否则也不会引得那么多观众直言 剧情精彩不够看 求价更美式的言论 既然作为与《安乐传》同时段预热排波的《月歌行》 已经正式上线了 那么《安乐传》又将会如何抉择呢 答案是令人振奋的 据悉 《安乐传》在日前已经过审 并且完成了排波 也就是说只差一个上线的日子了 而根据已经出现的消息来看 该剧暂定在了1月初开播 终究是没赶上今年的尾声 不过 虽然这部《安乐传》没能给今年的古舞剧市场在天一部热播大剧 但是能够给新的一年开个好头也是相当不错的 而且凭借迪丽热巴 恭敬 刘宇宁等人的流量 该剧的火爆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 其 有网络消息称 玉谷瑶夜内看片了 顺利的话 腾讯视频寒假当播出 与此同时 有瓜主表示 玉谷瑶 安乐传 福图园有可能都在寒假当播出 那么 你看好哪部呢 一 玉谷瑶 播出平台 腾讯视频 古偶 对比另外两部 这部带一点仙侠气息 因为这部剧男儿是娇人 男主虽然是凡人 但是修习了法术 还是空丧少私命 玉谷瑶男主肖战 女主任敏 主演阵容还有王楚然 方亦伦 王子齐 丽明德 叶盛家 卢玉小 韩栋 何盛明 曾礼 陈子涵 彭阳等 看预告片致景非常精致 肖战那么火 路透那么多 看路透肖战一态和氛围也是几家 肖战抗拒自然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是爱的言 在古偶自然是有市场的 不过说起来 这好像是肖战主演男主的第一部古偶剧 观众自然也是非常期待的 剧情上 这部剧男女主是师徒 男主在山水修行 女主上山做了他的弟子 言后 日久生情 后来因为男儿 女主和男主起冲突 小说里女主一刀捅死了男主 然而又后悔了 把自己的寿命剁了一半给男主 男主复活 两人最终同生共死 妥妥的师徒虐恋啊 另外两人在山下还有身份 男主是空桑皇帝嫡长子 女主是赤族郡主 后面应该还有一段宫廷戏份 但是朝堂戏可能不是很多 毕竟这是一部古偶 还是以男女主爱情为主的 其他演员阵容 虽然很多都是比较小的九五后 没有太多经验 但基本上也都是科班出身的正经演员 也能拿了极具男女主 演技过关 最重要的是这部剧演员 基本上是全员高颜值 看古偶最重要的就是希望演员演技过关 颜值过关 要的就是赏新月幕 那么只要剧本质量不拉垮 怎么也是要小火了 但凡剧本质量过硬 演员整体颜值 演技过关 再加上肖战在当下年轻艺人中首屈一指的流量基础 运气好一点 说不定仙侠剧要再出一部爆款剧了 但安乐传 平台 优酷视频 之前一直传这部剧有望年底播出 目前看来 年底迪丽热巴的另一部剧攻速精英可能要播了 安乐传还挺低调 但毕竟平台不同 黄金档也来了也是有可能的 这部剧女主迪丽热巴 男主龚俊 两位主演都是当红流量明星 自带流量和粉丝基础 目前看剧照和路透服饰也不错 男女主CP感也是有的 感觉播出反响应该不会比 宇娇继和沉香如泻逊色 男主人摄是太子 想必会有宫廷服饰和朝堂戏份 女主也有进宫 各种服饰也是非常漂亮 迪丽热巴时而娇俏 可言可甜 龚俊风流俊逸 气宇轩昂 喜欢宫廷氛围的网友也可以期待一下哦 三 浮屠演 王赫帝 陈玉琦主演 播出平台 爱奇艺 古装剧 大概算架空剧 但是看过一点小说背景有点接近明朝 皇帝驾崩身为低阶且无子的嫔妃 女主要殉葬 但是心黄心已踏 于是身为私立奸太监的男主救了他 然而两人日久生情了 一个是无权无事的前朝低阶太妃 一个是全清朝野的当朝高阶太监 这一对CP人设安排还挺新奇的 在很早之前很多喜欢古风的网友就期待播出了 今年暑假 王赫帝凭借苍蓝爵有算冒头了 有了一些流量 但是剧已经播完了 如何留住那些三月剧粉才是重点 一旦粉丝散了又要回归平静了 那么 浮屠演就备受重视了 这部剧感觉也是快播了 今年底或者明年初大概要播了 寒假档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另外 女主陈玉琪虽然之前演的配角鼻眼主角火吧 但是如果这部剧里感觉来了 也有可能重新定义大家对她的印象 剧集如何还是要播出后看反响了 不过 还是感觉这部剧对比上面两部 基础薄弱一点吧 毕竟王赫帝和肖战 迪力热巴还是不是一个量级的 希望不要壮当吧 好了 期待三部剧播出 具体播出时间以官宣为主 你怎么看待呢